无声法忍 无声法忍是佛教修行中 极高的境界指的是通达一切法 无声无灭的智慧 以下是详细解释及修习方法 何谓无声法忍 无声法忍是指透过智慧观照 了之一切法本来无声无灭 达到心不动、不摇 不受外境干扰的境界 这种境界源于深刻理解 五蕴皆空的真意及所有的色授 想心事都本来无声 如何无得无声法忍 无得无声法忍需经历多个修行阶段 从初步的利忍到高阶的慈悲忍 具体步骤如下 一利忍初步修行者 需刻意克制自己的怒气 告诉自己生气是不对的 这只是过度阶段不宜长期停留于此 二妄人进一步明白生气是在伤害自己 提醒自己不生气 慢慢忘记仇恨 但可避免短期内的情绪爆发 三凡忍真正的修行始于此 修行者 须对因果生信心 欲试先检讨自己反省自身过失 四观忍透过观想五蕴皆空 明白世间无常自然进入观忍的境界 很多苦难都能忍过 五习忍立志只会圆满 感恩帮助自己发现内心不足的人 从而发自内心底感恩一切 惹怒自己的人进入习忍的境界 六慈悲忍观察同体大悲 明了因果法则理解所有生命皆连通 欲试以慈悲心应对 进入慈悲忍的境界 无生法忍的修行方法 修行无生法忍需先了解 一切法皆空的真理 以下是逐步修行的方法 一修西般若空观经常修习般若境点 观照一切法空逐渐培养 对无生无灭的理解 二忍辱波罗蜜不仅要忍受 外在的辱骂攻击还要能 在内心完全不动心不起憎恨 三安助于不生不灭心要安助于 一切法无生无灭的真理中 对境界不退转 这需经历长期的禅定修行 逐渐达到心念的清静不受五蕴干扰 四了之五蕴皆空深入体会五蕴 色受想行使于本来无生的道理 不仅理智上了解更要在实修中 体验到这种境界 结论无生法忍是佛教修行中的高深境界 需经历多个阶段的修行 从初步的克制情绪到最终的慈悲忍 再进而领悟一切法本物 唯有透过持续的智慧观照与忍辱修行 才能达到心不动不摇 安助于无生无灭的境界 无生法忍理深明智慧观照现空性 五蕴皆空心自在无生无灭通本真 修行阶段分七层力忍出 皆克弩心 妄忍见无愿自解凡忍深思减几行 观忍无常苦中见惜忍感恩惹怒忍 慈悲忍心悲同体无生法忍境界成 般若经典常修洗一切法空心寂静 忍辱般若密自安不动心念无生境 五蕴本来皆空里色寿想行十无时 心祝无生得大安至会员 满城佛道 持续观照与修行无生法人得安宁呢 高深境界心中献无生无灭真如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